CONCEPT D9 Pro 那我是粉恩 刚看完CONCEPT D9 Pro 走有没有心洋洋 觉得很厉害很想买的时候 看一下钱包 觉得很需要很适合自己的时候 又看一下钱包 买不起了 不要怕 接下来这三台跟CONCEPT D9 Pro 一起发布的弟弟们 是应该买得起的 登达 手上这款呢就是Concept D7 Pro 相比起刚才的Concept D9 Pro而言呢 它的设计跟我们 normal外面看到的laptop 是没有多大的分别 因为它的屏幕是不能翻转 但是是可以180度平躺 没有触控屏 也没有Wacom EMR技术的触控比 但是它的效能还是很厉害的哦 Concept D7 Pro最高配备了第九代Insta Core i9处理器 同样也升级掉了Quadro RTX 5000显卡 Screen方面 它的15.6寸4K萤幕依然具备了Pantone认证 可以提供少过2的Delta E色准 也拥有Adobe RGB 100%色域 所以屏幕关系还是很高的 另外 接口齐全 内建了第四代AeroBlade 3D散热风扇 散热效能有保证 噪音分贝也跟D9 Pro一样低过40dE 所以总结来讲 D7 Pro十分适合不需要用触控屏作图 但是却要求强劲效能剪片做3D effect 或者是开发software的人用 而且它的积分都比Concept D9 Pro的轻很多 17.9mm的这个厚度还有2.1kg中 可以适合那种经常带出门的 而且有没有觉得它的全白色这个设计 很文清很美 很干净的感觉有没有 那这一台呢就是Concept D5 Pro 比起上一台的Concept D7 Pro 我觉得它是更加轻薄 就是这样子 基本上带进带出都没有问题的那种 性能方面 D5 Pro用上有RTX3000显卡 加上最高内建第9代Intel Core i7处理器 16GB RAM还有1TB SSD 所以用来Photoshop Illustrator 修图 做小型3D动画 这也基本上是完全有什么问题的 当然它的15.6mm 4K屏幕 跟其他的Concept D laptop一样 同样具备了Pantone认证 可以提供少过2的Data E色准 也拥有Adobe RGB 100%摄影 个人觉得Concept D5 Pro 十分适合需要经常修图 做图 做些小型动画 甚至要出门工作用的设计师 或者是摄影师这类人使用 如果你觉得刚才那两台 就有点太贵了 那这台D3 Pro 应该就是最budget了的啦 我个人觉得这台非常适合 像photographer啊 YouTuber啊 甚至是college student的一台电脑 它叻算是Concept D的入门级笔电 大早最高地主带Intel Core i7处理器 还有Quadro T1000显卡 同时还主打超经营运景 造型分配跟D9 Pro一样 都是少过40分配 绝对不怕影响到身边的人 看完这几款之后 有没有觉得很骄傲你的伤髓咧 我是可楠 下次再见 Bye Bye 我是开箱喵 一个爱科技 爱开箱 爱帽的小女生